商标检索的重要性 自从珊珊上次买商标 被不良卖家坑了七七八十一遍之后 珊珊对于购买商标彻底灰心 一心只想把事业搞大的她 找到了专业的林大佑事务所来进行咨询 刘老师 您知道我刚创业 为了防止他人抄袭网架的品牌 我可是下足了功夫 我让公司的品牌开发部门 设计了各式各样的图形文字商标 我们去年一共申请了五件商标 但是全部都以 与在先商标近似的理由 被商标局驳回了 后来进行驳回复审 最终还是没能保住 虽然费点钱吧 但是商标不能没有啊 所以今年我们打算卷土重来 又涉及了实价准备提交申请 我就不信了商标局这次 还能全部都给我驳回 三种 您对品牌的保护意识非常强烈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在申请商标之前 事先确认商标的注册成功率的话 也许可以避免花运往前哦 啊 注册成功率还能预测 当然呀 其实商标的驳回案件中 常见的驳回理由有三种 一 缺乏显著性 二 品质污染 三 与在线权利冲突 其中与在线权利冲突的原因占大部分 那我们怎么避免与在线权利冲突呢 首先您可以在商标网上进行商标近似查询 如果发现与您的商标相同 或者近似的有效商标 您可以考虑对这些商标先采取对策 例如提交三年不使用撤销申请等等 如果这些在线商标成功被撤销了 您商标的注册成功率不就大大提升了吗 这一招不错啊 上次买商标已经损失了一大笔钱 这一次只能尽可能的解决成分 刘老师 您说的在商标网站上查询商标 我们申请人自己也可以操作吧 当然可以啊 但是不请收网每年的创照 这个商标查询工作交给小张啊 刘老师 我都按照您说的做了 在申请商标前 先在商标网上查询一下今次商标 我一查都不像啊 结果还是被商标局引证了好几个在线商标驳回了 哎呀三总 你上次走得太急了 我话都还没说完呢 目前中国每年商标的申请量正在快速增加 因此现在商标网上的查询结果动辄上百甚至上千件 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其次 哪些商标与您的商标会被判定为近似商标呢 哪些又恒您的指定商品服务相冲突 这个判断过程也是很繁琐而复杂的 最好让经验丰富的代理人帮您判断 那还不简单吗 长得像的就是近似 不像的就是不近似呗 商标近不近似 不只是长得像不像那么简单 还需要同时考虑商标的形因意 整体外观的视觉效果 及在线商标的知名度去判断 是否有造成混淆污润的可能性 您看我手中这本厚厚的审查生理指南 虽然这里面规定了一些商标近似判断标准 但是商标的类型繁多 说理不可能重进所有例子 所以才需要今天丰富的代理人来帮忙 我举几个书中的例子吧 向轩、堂、方、局、殿、楼 都是属于常用的藏所名称 显著性弱 所以这类商标的显著识别部分为其他的文字 也就是经顶、华人、立人 分别与在线商标相同 因此两者就构成了近似商标了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商标都适用这个规律 例如指南中的相反例子 大洋及大洋房 两者在外观上只插了一个房字 如是用刚刚提到的近似判断规则 两者应判定为近似商标 但是大洋有海洋、货币等含义 大洋房则是西式建筑房屋的意思 两者在含义上有所区别 所以就不判定为近似商标了 原来如此 原来商标的近似判断 需要考虑的耶稣还有这么多 这次我们实在应付不来 刘老师,这次商标就拜托您了